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于2019年10月 占地面积313亩 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 总投资3.3亿元 在展会上 大智智能房车在京发布了五款车型 这五款车型都是以汽车工艺制造研发的产物 采用先进的杀菌技术和环保材料 彻底打消了客户对房车健康环保的担心 并实现了材料回收再利用的价值 房车还匹配了全套智能工艺和设备 结合独特而又现代的外观设计 该企业会在未来推出全方位的智能房车全民生态产业 为全民精致露营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务与体验 大智智能房车品牌的发布和产品的亮相 无疑在房车行业内引起了一波轰动 推进了房车智能产业化发展的速度 好 来看下一条新闻 6月26号至27号 为期两天的第四届宇通房车嗨购节 在郑州宇通专用车生产基地 水木芳华房车营地盛大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房车爱好者 行业人士 媒体齐聚于此 一直以来宇通房车都致力于 让更多人享受到房车生活的乐趣 本届宇通房车嗨购节 更让人见证了其打造的全场景房车生活产业链 买房车就看工厂 予通房车从车友的需求出发 也邀请了车友来到生产基地参观 零距离接触予通房车的生产权过程 感受予通房车的品质 为车友们解答予通的设计理念 生产工艺 选材用料等各种问题 嗨购节还设置了试程试驾 露营体验等环节 从生产制造到使用场景的一条龙体验 让车友对房车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嗨购节发布了 C533探镜和C520探界两款新车型 这两款车拥有全新的造型设计 贴心的布局设施 以及丰富的配置 给了广大车友更多的选择 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以举办四届的语通房车嗨购节 不仅拉近了国人与房车的距离 更是在延续让生活更精彩的品牌理念基础上 为车友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购车体验 即场区参观 录影体验 车友交流 房车订购等服务为一体 引领并促进房车行业 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 进而也开启了自身品牌发展的新篇章 房车出行最怕的不是没水没电 而是限高杆 由于房车为了满足室内空间需求 C型房车一般都会在2米8至3米2之间 而各地随意设置各种违规限高架 妨碍货车的通行 同时也影响了房车的正常行驶 近日由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生态环境部 住建城乡建设部联合引发通知 通知中明确要求 6月16号起 全面拆除取缔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 道路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工作的通知 并将持续46天 深入开展 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 道路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工作 进一步改善道路通行条件 促进货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同时也对房车的安全出行提供了保障 不过各位车友们开房车旅游时 还是要多加注意 留意各种指示牌 树枝等以免发生交通意外 在南京即将举行 2021第二届中国南京国际房车露营博览会 由21世纪房车 房车世界 房车家族主办 以半宁实现房车梦想为主题 将于7月16号至18号 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展 此次博览会将在 3万余平米的室内展厅中呈现 160余家 房车 配件 户外用品厂家参与 现场会设置房车整车展区和配件展区 在了解整车信息的同时 也可以近距离的深入了解 房车的配件种类和品牌 好 来看最后一条新闻 6月25号下午 博奥文旅5G新经济发展论坛 继海南思路房车环岛红色之旅中的说官之作 100辆房车组建建党100周年徽标 庆祝建党100周年大型摆拍 在海口市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震撼亮相 来自全国的旅游企业代表 自驾游与房车车友共400余人参与此次县礼活动 据悉 为营造出更加震撼的视觉效果 分为白天和晚上两个时间进行 历时约8个小时 占地面积超过1万平米 当造型最终完成 100台房车打开轮廓灯 数百名志愿者用手电筒打亮围绕着挡推轮廓 配合长影环球100奇幻乐园的创意灯光 在寂静的夜空中呈现出震撼人心的璀璨灯光轮廓 整场拍摄画面由车 人 井 建党100周年徽标有效融合 整体与细节相辅相成 最终完美展现出庆祝建党100周年的诚心与创意 百年华诞 举国同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运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房车快递 我们下期再见